這次六親大火的後續 還在雲林地區來延燒 今天早上有縣議員 到雲林縣的環保局來抗議 他們要求環保局必須限令 六親要停工 而且也公布了臺大教授 本來在七月中旬就要公布的 六親是否危害雲林地區民眾 健康的研究報告 據海報高聲抗議 雲林縣議會民進黨黨團議員 到雲林縣的環保局 表達不滿心聲 他們認為環保局在這次 六親事件中立場軟弱 議員表示環保局委託 臺大教授沾長權進行調查 發現六親跟雲林民眾 罹患癌症的比例顯著相關 原本今年七月中旬 要公布第二階段的研究報告 但到七月底了都還沒看到報告 他們懷疑有人施壓 當環保局他應該審查 他的研究報告之後就公布了 他們現在是認為說 這個報告不可以輕率地公布 然後要邀請其他的水準專家 在助審他的研究報告 雲林縣環保局表示 這份研究報告還要進入內部的審核 環保署核定之後就會公布 絕對不會拖延不公布 民新聞假期雲林報導 這樣先請示範 需要我緊張 我可以先可以 躪在這是 你不斷承認